它是那种道具 来自一种想法 如果我告诉你的话 你会被你欣赏 大家 心中的 心中的 伟大的无数事 所有的成功都是如此 同样的想法 所有的神经都得以来自一种想法 一个平凡的人 一般的人 只要告诉你道具 或是告诉你一些说法 你说 你的魔术就变得非常神奇 人生的成功其实也是这样 这些成功者其实都没有想法 其实它能力不见得很好 但是它知道 成功的道具 其实道具的概念就是一个 一个所谓的 技术的模组化 当魔术书记开发研究出来的魔术 你就要按照这个操作 你就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魔术书 其实成功者 它有依循一定的法则 这个法则来自于原来 可能是有非常多的成功者 它的理性的经验 它的想法 理性的成功的经验 它就是一个道具 形成一个固定的 技术的模组 就跟你盖房子一样 我在按照那个模组去盖 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宏伟的房子 是一样道具 各位我是不是一个平安人 我是不是一个平安人 不敢讲是不是 其实我是一个平安人 我没有很好的背景 我的学历也不高 我过去做过很多生意都失败 我害怕演讲 或许你现在看到我不是这样子 可是我以前更不是这样子 不是一个一般 你心目中认定用成功者 口才非常好 逃逃不去等等 我现在很多朋友 他们现在看到我都觉得 哇 我成绩真的非常有不去 以前不走这样的人 是一个非常 跟他一样是非常平安的 我一次非常好笑的事情是 以前我在当业务员的时候 叫麦冈琴的同事 因为好奇别见了 我再去邀请他到我家 我请他吃饭 其实我那时候 已经双倍有重的 我的房子飞得很漂亮 跟他以前的我 以前是这样的同事 所以他到我家去的时候 我看他的表情 心情是不适合 听过我也感觉他为什么不好 后来他终于问我一个问题 我才知道 他当时心理上的很难 习惯的表情 原来是 他现在想 因为他问我说 老婆 你爸爸在做什么 你爸爸是做什么行业的 我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 他以为我那个房子是我爸爸买的 买给我的 因为他以前 我们都是同样骑过我们的车 搭这些小巷 跟他跑跑去跑业务 重关单一个 怎么可能几年后 你会有这个房子 一定是你爸爸有钱吗 这有钱也非常好笑 当然 其实我 我的很多同学朋友也好 现在看到我现在的状态 其实说他们觉得不可时宜 因为我过去不是这样的人 我是高楼毕业而已 特别的是什么 特别是我们班上所有同学 只有 两个人没有读大学 或还有其中一个 流氓 那个流氓因为打架被退学 就是我跟他没有上大学 搞不好人家没有被退学 搞不好他会上大学 所以我学历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学历 我做过非常多的生意 人家说我做生意 脑筋都在充满 其实我做过十几多生意 每种生意 寿命都活不过半年 六个月我就挂了 那是非常痛的感觉 每一次我生意失败以后 我的口袋其实就没有了 我并从年开始 那过程是非常痛的 回头百人生 我的积蓄都没了 你必须重新再赏工作 就赢坏 这个薪水就慢慢赚 慢慢赚 又赚到有一定的积蓄的时候 又开始投资 又赔掉 收了我的故事十几次 你就可以这个过程 有多么的心酸心血练 你知道吗 我相信做过生意示范 都跟我心情是一样的 有一句话叫做 成功为 成功为 失败为成功之母 所以我在我的事业 是有十几个母亲 你知道吗 有十几个妈妈 可是没有个妈妈 会下蛋 对不对 都是 都长出来都好花 不是榴莲啊 不是苹果啊 其实那个果实是非常大的 你看到你生意失败的时候 其实我口才不好 很多人说做川家要口才 其实我告诉你 可能在座各位绝大部分的 你的演讲的勇气也好 或是你的口才的自信心 我想大部分都 绝大部分都比我好 我曾经当契政业务员的时候 那个月 其中有个月 我一直做得很好 一直做得很好 有一次开长会的时候 我们课长 开会的时候就点我 说老虎啊 哇 你这个业绩很棒啊 来来来 你起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的业务员里面有多少人 没有起可能 大家都是老伙伴嘛 对不对 他叫我起来分享 讲一讲 我为什么这个业绩这么好 我就跟客人讲说 我不要 我不要 他说你又总不要 上一上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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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上来我会被打死 我说我愿意死在这里 我害怕 其实这个不是演讲 他只是分享 可是过去你要讲 当我人站起来的时候 要讲事情之后 我的脑袋就坐下去了 我非常害怕你讲 特别是你要讲出一个妥妥道理 妥妥事道的道理 对我这样的压力是不太大 我非常害怕 可是各位现在看起来 你会不会 我会不会 我会不会 我会太疼 你只要喝一瓶 不过已经 因为讲过太多场 过去里面有太多经历 慢慢演起起来 可是我是一个 你俩过去 口才变化 并没有什么自信 就是当我要上台的时候 这样的人 他会做一个改变 其实关键在哪里 为什么可以使得一个 那么平凡的成就不平凡 不肯定的可能 就是我一直在讲的 道理 成功的道理 来自你的想法 我非常庆幸 我真的这辈子 因为自己在想 我做生意 我一定会很惨 当我结婚 结婚之后 那时候我很单身 我做生意 我那时候都是 生意失败 都在单身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 我那么爱做生意 当我结婚 我家庭 我小孩的时候 我生意又失败的时候 我无法想象 那个状态 或者状态 那是一个悲惨状态 后来在1985年 有一天我朋友 找我去 要跟我讲一件事情 当然现在才知道 所以现在就是 冲一冲一决 1985年是 台湾是 传销的一个萌扬 他又进来 我非常信心 我那时候就接受到了 所以 当我接受这个事业的时候 我的上限 那时候我们下线 体系是在美国 我在美商 那时候那家是美商 台湾刚才进来的第一家公司 我想各位知道案例 我们接受到 是一个美国非常厉害的组织 他要不看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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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叫做 他现在是非常实用的 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实物 可以实物操作的 不是只是看它而已 它可以实行的 我觉得这本书很厉害 这本书谁写的呢 就是现代学的 现代的成功学之父 就是Nagartier 我相信 我不少应该 听过它的名字 这本书是在1937年出版的 到现在已经87年了 可是在亚马逊的网络书店 还是排阳榜前面是明年的 现在非常多的名人 包括艾丽森都看过他的书 从他的书里面吸气养分 按照这本书 因为他把书把成功者 他去采访非常多的 几百位的成功者 把他们成功 列出十三条的白金法则 他经过二十年的研究 去整理这些成功者的思维 整出了十条法则 当然那时候 因为我很想成功 上帝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非常听话 我非常认真地看这本书 因为为什么美国上帝会这么推崇 一定有得到 我看了之后 其实这十三个法则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 只有三条 各位或许 你没有去看他 没关系 今天好好听我分析 这三条 这三条 其实各位在过去来讲 可能你都经常听到 但是 你必须要认真执行 你用方法执行 你的命运将会改变 他这里面 咱们出来 就是三件事情 归要认真执行 对我来讲的 我 我 我感觉 他对我影响最大就是 这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他告诉你 你要做梦 要会做梦 做梦 要方法 第二个 第二个 你要下定决心 第三个 你要善用你周围的这些智能团 就是善用你的专业知识 这个行业的专业知识 我直接来跟各位来分享 会做梦的部分 他提到 第一个 会做梦它是有步骤的程序 第一个 你要有强烈的愿望 我不是 我想要你 我一定要 这个强烈的愿望 要非常的清晰 强烈的愿望 第二个 你要懂得释怀 就是我要什么东西 我一定要什么东西 你不断去 在你脑袋里面 在你心里面想 我一定要这个东西 我要这个东西 可能是物质的 可能是一个房子 可能是一个 一个别墅 或是一个物衣 乎汽车 或多少财富 你心要想得非常清楚 你的心中要想说 我一定要这个东西 第三个 当你有强烈的愿望 然后不断的吃完食 它就会进入你最重要的 你的潜意识里面去 到你潜意识里面去 潜意识就会左右 你的行为 会改变你的习惯 你所做的事情 就变得非常有效率 你会经历所有的挫折 我告诉大家 强烈的渴望 其实我 我当时非常乖 书上叫什么做 我就怎么做 因为这是我唯一成功的途径 我再没有机会成功 当然我是要想去 所以因此 这本基督告诉我说 你要会做梦 你要把心理样的东西 要把它视觉后 要把它讲出来 要把它贴在 比如说你要 你把别墅 你想要有别墅的样子 把它贴在床头 贴在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因为你是要这个东西 你要随时来刺激你 你有什么车子 你就把它贴出来 走步很飘用车子 你要的车子 所以 我在经历那个事业的时候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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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我跟他在讲创生一回 完了之后 我就告诉他 我跟你讲 我这个事业 未来我一定可以开兵的地方 我可以住别墅 我每一个人都跟他这样讲 那因为我家住 我是住台北的 我几乎十分之后 我就回到我们家乡 就是乡下的地方 就是苗栗人的地方 我家度假 那度假的时候 我的一些回去放假的时候 就回到老家 我的很多同学就要找我 我每一个人就跟他谈 创生的地方 就是推荐的地方 那 就像我刚讲的 讲完以后 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跟你讲喔 这个事业 我以后可以开兵车 我可以住别墅 其实我那时候在骑摩车 有一天我爸爸就受不了 因为我爸爸受不了 他就把我叫救我 因为那时候我名字还没改叫判统 我福建国家还对吗 他还对吗 他还对吗 哇 你大家都 你都敢说 你要塞变 要断变 你老板 我不要这样 我不会说 你如果要说 对我们是说的 我吃了我到我 各位听懂吗 我讲福建我听懂吗 听不懂吗 我的爸妈到处了 因为我每次一到晚就讲说 我想以后我会吃北枢 我会开兵车 其实我在骑后车 我爸就受不了 他想在小孩子不务实吗 不踏实吗 在那边夸口 会被人家笑 他害怕 怕这个 会被人家笑 我以后你别这样讲 你要讲这个 在家一讲就好 不要出去外面乱乱讲 好 解 几年以后 有听到吗 因为是突然声音 解以后 在过年前的两天的晚上 公司给了一部白色的冰事车 因为大家知道 双二战车法 在帮助钻石有做证明车 我选一部白色的冰事车 那一年正好 刚结婚七天 太太第一次回到学家过年 我开着载着他 在过年前的两天 各位可以知道那种心情吗 你讲了很多年说 我要开冰之后 我开冰之后 那是我的梦想 终于在我手上 旁边坐着新的太太 我开着车从台北 开到家 其实你到家已经三分半夜了 你管他们的 因为那天叫车都很过 过天大家都要叫车嘛 我就看到一天 看到我爸爸 这板凳坐在门头 我心想都已经 晚上一两点了 还坐在那个地方 表示他已经坐了很久了 对吧 而且台湾的冬天 过年寝的冬天是很冷的 他坐在那个地方 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当铁马车我就问他说 我爸 你那么稳 还坐在那个地方 他说你不知道 我们家里这个位置 多少要停车 因为过年 很多都市的人 开车回去太多人了 因为都回家乡过年 我们家外面正好 有一个停车位置 他说哇 这个很多要来停 我都跟他讲不要停 我说哇 那你好厉害 我说那你 那你 真的有多人吗 他很多人 你不知道 他的职工都讲 哇 他每一个人来 我都跟他讲说 拜托不要停 等一下我儿子 我小孩 会开宾室车 要回来停车 每一个都跟他讲说 不好意思 不要点 因为我儿子 会开一部宾室车 回来停车 我听他讲回来 我就会爸爸讲 爸 以后 你要讲这个话 在家里讲就好了 不要出去做生气 这本书告诉我 你要把他死去的话 我做过非常疯狂的事情 因为我完全相信 所以 我那时候其实 我还在跟他住房子 当然是窮 我心里想 既然他这么说 我就很大胆 我拿一张指出来 我写 那时候我就拼在保安中 我保安中 我将在1989年的8月31日 将拥有新台币 一亿五千万 一亿五千万 多少 马币 大概 一千 一千七八万 一千七八百万 我说1989年 离我写的那一天 那一天是1984年的8月31日 换句话说 我说 我五年后 要拥有 一千八百多万 马币的 资产 有没有大胆 有没有崩壞 好 我就把那张指 放在我的 办公室 办公室 我的 我的工作室的 玻璃店下 我每天可以看到他 他告诉我 我天下 我放在那个 有没有办法 请床头来放一张 我每天睡觉前 他告诉我说 睡觉前要练一次 要大声朗诵出来 是我的事 睡觉起来 你要再朗诵一次 我不止一次 我三次 我太简直了 没有让 我保安中 将在1989年8月31日 将拥有 新台币一亿五千万 那三次 睡觉前来 那三次 我告诉你 有没有 有没有 当你 有 强烈焉壤 想要拥有这些资产 希望拥有这些你所要的 你今天自己工作的时候 你一定要挫折 你会被挫折打倒 会不会 我会 挫折什么关系 我要的是一亿五千万台币 所以他不断的自我安置 不断的自我安置 内化 变成你的自信心 我将拥有这么大的财务 我又会变成很有钱 我一开兵的时候 我有助理被送 我就变成很有自信 有一次我的同学到我家 到我家 就随便逛逛逛 到我的工作室 看到玻璃电架那张纸条 我很中间在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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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看到 校打在地上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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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钱想风 从光淡一个 还在骑摩托车 跟他出房子 要五年以后 要拥有一五千万台币 不是好笑 那是笑话 对吧 一半的思维就是这样 各位 1989 8月31日 我有没有永远一五千万的自成 有没有 有 有 大声 有 谢谢 我之前超过我母亲 就在那个时候 所以 梦想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验证过去 他这不是说写的 非常多的印象 这样的法则 他在内心里面不断的 催化让自己 进入到情形式 他会产生信心 所以 强烈的渴望 你不断的自我 进入情形式 各位知道 我们人的意识 其实你要表面的行为 你的 你的嗜好 你的小 你的习惯 都是你的表象的意思 其实有更大的功能是 潜意识的功能 百分之九十幾十 潜意识的功能 是他左右你的意识 其实我们的潜意识 是更大的能量 我们的潜意识 其实 算是 没有 没有理性的 他是不理性的 可是 你有方法去挖掘它 去改变它的思维 让你的意识 跟未来你的潜意识 跟意识是接战起的 你就非常的厉害 你的钱就被告知了 我举个例子 曾经看过一个非常震撼 这个有时候讲起来会很抽象 但是确实存在 这个已经 前世的这样的一个学问 早就被 已经是一本选习了 我看过一个 算是一个视频 他那个 一个催眠师的操作 他把一个 他下指令 他很厉害 他下指令给一个催眠师 之后 在催眠状态的时候 告诉他说 等一下 我会给你一颗水蜜桃 我会给你一颗水蜜桃吃 他就下这个指令 在催眠状态的时候 去告诉他的前提是 说 等一下 我会给你一个水蜜桃 好 讲完以后 他下了很指令以后 又谈了一下水蜜桃 他说 我当我谈锁子之后 你醒过来 我就会给你一颗水蜜桃 好 结果他一谈 那个一醒过来 我拿催眠手蜜桃 醒过来 这个催眠手蜜桃 有什么区别吗 他问那个人 他说 知道 他说 我手上这个是 柠檬和水蜜桃 他回答 竟然说水蜜桃 他的意思完全被改变了 他完全被吹禀了 因为刚才指令 不经常指令 告诉他说 是水蜜桃 所以他就来给他吃 很惊讶的一个画面 当他吃水蜜桃 当他吃那个柠檬的时候 他脸上的表情是津津有味 陶醉在这个水蜜桃里面 好吃 天命 我看的都发呆了 你知道吗 但是柠檬 他一口一口吃 吃得非常过敏 我思考看不出他 因为一般的 你要假装都能 假装一起 再假装都能 然后柠檬这样一口口一样 因为这是生理的自然反应 他是很自然的反射 因为他酸又涩 太酸了 没什么可能吃得这么 这么的 没有感觉 反而是 津津乳味的肉 这样的一个 画面出来 那因为我真的是看一看歹 竟然把柠檬当的水蜜桃 他在车里状态之下 让他前世完全改变 所以前世力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本书 其实它是有逻辑的 他告诉你说 要强烈一望 不断自然的事 今天前世 他会改变 我举个例子 其实我们前医师不理学 比如说我们这样讲 你想减肥 我想减重 现在很多人要减重 那是理事的线问 对我现在或许太胖了 我要减重 这是理事线问 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很难去维持这个 这个问题 因为他的潜意识明告诉他 我要吃甜点 我要吃美食 我要吃蛋糕 有没有 你的潜意识 你告诉你的习惯 你没有要改变 非常难可以改变 这个部分是什么不能做 就是你潜意识的做 所以有方法去改变你的潜意识 你的行为 你的习惯 就不能改变 你知道 所以说 虽然我们看起来 这是非常平常的做梦 强烈的 渴望 自我暗示 潜意识 这个各位听过 可是他 绝对有途径 可以已经达到了 你所谓 好 当我有了这么强大英雄 当然我要下定的决心 下节心 对一个想要追求成功的人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讨厌 我们知道下节心很容易 可是维持节心不容 对吧 就像刚讲的 我要减肥 我要减肥 我一定要减肥 可是问题是 你看蛋糕你不吃就很难过 像我看到那个 猫三五 你不吃我也难过 维持节心是很难 所以成功者跟失败的最大问题就是 他究竟维持难过的学习 我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其实我在接触到自销里头 有两件事情 对我讲的是非常大的考虑 我对他听到第一天的时候 我非常震撼 我就 我当然那时候下节心 我一定要成功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风险 传销没有风险 对吧 他没有叫你 不像我们做生意 你要投资啊 投资当你失败以后 就整个都赔掉了 可是传 双二不会这样子吗 好 所以当时我就认定 这个行业 可以是我唯一成功的口径 我下节心 可是 我当时有个非常大的问题 之外 就是我过去是个赌头 我很喜欢赌博 各位听过 那个说哈 说哈知道吗 你有看过香港的赌片吗 你是不是做罗洞發堂 就在赌 mucho 他玩的就是 独立版的补丞派 那意思就是说哈 那是厉害的 那意思是说哈 那所以说哈 只是说哈消息 我以前打白 大部分都赢了 所以我从初中 打比赌チャ政治 要出社會 當兵虧了孩子在賭 所以賭博都要講是一個 我很難接觸的一個嗜好 因為我當中有一個情形 好 雖然我心要做 我覺得傳銷是改變我生的氣候 翻出人生 但是我這個習慣很難接觸 有一天 我跟朋友在打牌 我的上線跑來找我 他要跟我 要去幫我做期會 要我那個新竹 因為我在台北要到新竹 新竹是一個多小時的距離 他要去幫我做期會 因為他沒有我那個下線的家裡的地址 他還在跟我們用地址 我就給他 喔 今天很不好意思 我在打牌 他去幫我做期會 因為他也很窮 他當時也很窮 因為要開車 我說你怎麼有車 他說我跟朋友借他 我就更不好意思 他說沒有車 要去幫我做期會 要幫我做生意 我就想說他起碼要留錢 要過日費 我就拿錢給他 我說這邊 這邊 他不要 賺一口就做了 他拿著我的地址就做了 我想當下午 我那時候被震撼到我 我心想說 怎麼會有個行業 人家來幫我做生意 幫我創造業績 我要拿錢給他 因為他有車子 那個油錢的問題嗎 車子不是他的嗎 他見了不要 我想世界上他就知道 還會是這樣子的 是幫助你要幫助到這個樣子 其實這個傳銷的非常核心的價值 每一個人 他是不是要 他每一個人都是為了自私 其實他也為了他自己 可是他用不自私的手段 去完成自私的情報 各位聽懂這個意思嗎 為什麼你會很非常樂意去幫助你下線 其實目的幹嘛 目的為你自己 對吧 我要創造很大的業績 可是你的成功 必須要建立在你朋友下線的成功的基礎上面 你才有辦法成功 對吧 你的下線沒有業績 你現在沒有推薦到人 你還是一個你總會成功 所以你會極力去幫助他 有業績有推薦到人 我幫助業績 然後我留業績 我當業績就更大嘛 要成功了嗎 這是傳銷一個太偉大的 所謂的一個先利的破壹期 我過去講破壹期了 我說 傳銷是一個順著人性自私的強大的動能 人自私的能量是很大的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人不畏其天諸異命 好 順著人性自私的動能 流向不自私的渠道 因為你的動能流向不自私的渠道 會繼承一股正向千流的大江大海 是不是這樣 我去幫助很多人 我用不自私的手段 我是自私的出完點 可是不自私的手段 去協助朋友 讓我下去 每一個人都能夠賺到錢 每一個人都有業績 我一直要成功 就變成我還有很多人 我現在前台灣 我在馬來西亞 我在其他地方 我有幾萬幾十萬的人 我的業績有這麼大 除了我就是自私的行為 可是我做出動 不自私的動 不自私去幫助朋友 全世界沒有這個行為 沒有這樣的事情 各位 今天來的這個 所謂的一個良青 然後馬來西亞 有一個台灣 他的過去一份當地的公司 現在 因為他 在這個地方 有家庭 他為了推薦他 派了男人第三趟 飛機票他出 當監製成全 所有的費用他出 跑到馬來西亞協助他們下線 你說這個行為可不為不為大 非常 我相信他的朋友 這個 馬來西亞是他的夥伴 即便拿機票請給他 洋傑一定不會收 這個世界是認真感動的 好 所以 下結心就是 你是感動那個部分 你非成功不可 當你下完結心之後 接下來他會告訴你 你有善用的 專業知識 其實有資討團 你周邊的一些可以善用的資料 我告訴你 但是一般的行為是很難的 你想成功 同業者我會告訴你 怎麼成功 不會吧 不會吧 很難有人願意這樣不斷幫助你 可是各位 你在說 公司 你的資討團是哪些 各位 公司是你的資討團 是不是你的資討團 今天是你要創業喔 是不是各位 你今天要創業 你要創業 我要做雙二 不要告訴我創業 雙二是我的事業嘛 我發展出來多大 那是我的嘛 是你要創業喔 你今天沒有從雙二 你可能去別一個地方創業 也是從年開始 你必須有幫助你 你必須有資源 從產品開始 你是否能夠開發一個核檔產品 是不是從這邊開始 當然要有產品 你才有競爭優勢嘛 你市場才有競爭力嗎 或者你賣什麼 你要賣好的東西 能夠跟一個廠牌競爭嗎 好 各位 回想一下 你在公司 創你自己的實驗 你的資討團 公司的資討團 有研發的單位 有實驗室 有農場 有工廠 有知情顧問 隨時你要答案 他都可以給你 你的資討團 公司有一群的資討團 這裡會花動錢 各位有參加公工廠 就知道那個科技化的設備 你今天才有擁有一個 那麼厲害的靈芝 各位你知道 你手上的靈芝 是前世界最厲害的 可見資討團 你知道嗎 在台灣 我們健康食品 是要認證的嗎 你沒有認證 沒有健康認證 你講說 我在賣健康食品 我有什麼功效 你講 要玩三年 一百萬 一百萬的華金 我們拿到 全國低商的靈芝果認證 拿到低商的 全國的甘東的認證 拿到低商的 整個調節 民意的認證 拿到 過敏調節 調節過敏的認證 都是全國的認證 各位 如果你今天要開發這個產品 你要花多少錢 你要花多少錢 你市場才有競爭力嗎 所以 這個行業 你在這個地方 是人家投資 你當老闆 對吧 同意 不同意我這個講話 人家投資 你完全沒有任何投資 可是你手上有耳產品 是全世界最有競爭力的產品 好 你還有什麼事嗎 你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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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有沒有體系 你有沒有上線品 各位 上跟幫你 你有什麼問題 會找上線品 對吧 而且不只上線品 你的體系有非常多的上線品 包括鑽石 有任何事情 情緒非常難 你都可以到該人的答案 在傳統行業 你是難有這樣的一個 這樣可以協助你的 好 你還有什麼系統 更大的系統 那麼多成功者的資源 對不對 我們有公辦會場 你到檳城 你有下線要經營 他可以到檳城可以經營 有公辦會場 到新山里新開的會場可以經營 更多我們還有系統醫學 這裡面所有你想要知道的答案 你的疑問 這邊都有 跟我們去過 進去過系統醫學 還有去過的 一定要想辦法進去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 對你有很大幫助的課程 都可以這邊充滿你的專業知識 比如說 我們有古以長遠的能量戰 就是我講過的時間的所謂的 那個什麼隔眼 類似就是很簡短 但是他非常非常力量的 讓你去有一個概念 用我的演講 有產品的課程 有產品的見證 你要找見證可以到這邊找 有網路的研討會 有組合課程 有系統裡面的我的文章 有成功的故事 也就是很多的傳史 他們成功故事都在這邊有資源分享 也就是有一些道章雜誌的報導 是有關你的產品有關係的這些資訊 都可以讓你當我一個 未來你跟朋友在談的時候的一種 一種卡住的資料 還有大師集合就是我提了很多問題的答案 你這裡面都一樣 因此這些 這麼大的團隊來搭理 我想這個聲音好不好做 好不好做 好 接下來我們講做法 我剛剛講的是想法 你要將一個強大的組織 你要有想法之後 有做法 我來問大家 我剛剛講的組織 組織是人群組成 他不是當打敵工 你希望追求的 你未來的組織狀態 是什麼狀態 你希望右邊的這個狀態 還有左邊的狀態 當然總編嗎 各位好聰明 當然總編嘛 你要賺一個月賺一千 或是一個月賺一百千 就決定你 就決定你組織的規模 是由組織的規模跟大小 來決定你成就 這個世界成功的層次 如果你的組織發達 一直都是這樣子的 我告訴你 那是不可能 你有所謂的成功 一個月 你的理想希望能夠做 一個月驗一千一百千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的成就來自於這個 這樣的一個組織的狀態 你才會選擇 換句話說 每一個人都是跟我一樣 我也是從臉開始 我一個人 但是我知道 我的道具 我知道我的方法 我會去把他建立在上海出去 所有的組織都來自於點 現 道具 對吧 都是你推薦一個人 你複製給他方法 你告訴他 這個世界怎麼做 他會了 他再複製出去 點 慢慢地變成現 他不斷地複製 不斷地複製 把成功的法則 我教他道具 我告訴他說 你準備操縱這世界的道具 他會了以後 他再複製給他下去 點 就漸漸先一卸出來了 當然不只要卸 我有很多卸 我同樣同樣方法 我給他道具 我告訴他 就是這麼做 依然用這種方式來做 點都變成線 一個一個 連串在一起 我們有共同的目標 有共同的思維 共同想法 我們共同的行動 這就是組織的概念 這個力量做非常強大 好 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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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世界公司 非常盲目的 只是非常努力 推薦推薦 絕對不是這樣 他有個戰略 有個依據 透過一個非常簡單的概念 各位天好 他是非常簡單的概念 就像我把道具發明出來 你上台按照這個魔術來做 你就會回到魔術去 情況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有人不知道道具 你就覺得很神奇 不是的 他其實不是這個厲害 不是我的厲害 而是道具的厲害 好 我們來看各位 你怎麼從連開始 從點線變成面 變成我剛剛所 指給大家看的 你的重邊 這樣怎麼走呢 只需要看 這個兩次紀論 好 當你推薦一個A出來的時候 這時候你的角色 你辦理什麼角色 你在辦理 你在幫他做 因為他還不會做 對不對 你要交往他 你要交往這個道具 是吧 他不會 所以你的角色是做跟交 我教你怎麼操作 這個魔術人道具 你在學魔術是怎麼操作 他在幹嘛 他在學 他不會 他在學 好 我們現在 我們要讓一個朋友 會去推薦 做什麼事情 會簡單嗎 讓他請著喝咖啡啊 是吧 是不是很簡單 請著喝咖啡 有誰不會做呢 就是泡 我們的咖啡又那麼好 我請朋友喝咖啡嘛 我還送他一個監營群啊 我們現在加入是免費 是免費嘛 所以過程其實非常簡單 當然有些過程技巧 你要稍微會一下 其實每一個人就很容易學習起來 但沒關係 還是你還是幫下線 去做這個所謂的咖啡啡 簡單的咖啡啡 當然很多一點變成比較大型的咖啡啡 小的話變成一對一 找他的朋友來 他找朋友來 你幫他講 泡咖啡給他喝 對不對 送他一個交易 每片交易不出 他都加入了嗎 有什麼困難 好 在這種狀態之下 這個叫做複製 我把道具 我把道具 複製給他 把那麼簡單的操作模式 複製給他 好 A呢 就找幾個朋友來 一次兩次 比較大型的 或是一對 都沒關係 反正 你就帶著他去幫他做 做 泡咖啡給他的朋友 就這樣 好 假設 你在A這個地方 做兩次 做什麼 就是做咖啡泡 泡咖啡給他喝 對不對 送他指導犬 好 當A的下面有個朋友叫B B說 我可以做咖啡 我喜歡喝 我的朋友很多也喜歡喝咖啡 哇 那麼簡單 一個喝一盒 再找一個朋友 每個也喝一盒 那麼簡單的事情 我一年之後就一萬多的收入 哇 太簡單 太好了 好 這個我會 我也可以來做 好 這個B呢 他說他要做 這個時候呢 你又到B的家裡 或是B 他找幾個朋友來 你幫他做兩次的考驗 怎麼做 就跟A 在A是要怎麼做 就在B是要怎麼做 就這麼簡單 好 做兩次以後 B 當然A這個地方呢 A也要再來聽兩次 因為他還在學習 他還不會 或許他不那麼熟悉 沒關係 在B這裡又聽兩次 這個時候 B 有個朋友叫喜 他說 嗯好 可以做 這個我咖啡 那麼簡單的 這個 創業 事業 我可以來做 好 這個時候同樣的 一模一樣 在A身上怎麼做 在B上怎麼做 直接一模兩次 好 各位注意我 在我們做我們開始跳 請問你 A做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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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對不對 A也在他家裡聽兩次 在B的家裡又聽兩次 在C這邊又聽兩次 請問你 他聽幾次 60 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你聽六次他會不會 會不會 會不會 當然會了吧 好 你就把它 複製出來了 你的道具 他就會了 他不用再來聽了 他已經聽太熟 聽得太 滾瓜爛爛爛 你講笑話 他都不會笑 其他會笑 就是他會笑 為什麼 聽六次 好 這個時候 你就把它複製出來 他的獨立 他不想再過來了 他有他 除了B這條線 當然他有其他的朋友要做 因此他就可以幫他的B1 B2 他的朋友 一模一樣的操作模式 去教他這個咖啡 他的道具 兩次兩次兩次B1獨立 兩次兩次B2獨立 就變成什麼 變成爆炸 就像細胞分類一樣 就像核子彈 分類一樣 就不斷地爆炸 不斷地爆炸 整個過程 就來自於非常簡單的想法 的道具 的模式操作 因此 你一直幫A這條線做下去 好 同樣的兩次兩次B也獨立 好 再往生都不斷走 C也獨立的 到後面 爆炸 就是剛剛各位 理想中 你所要追求的 那個主要選擇 從那麼簡單的點 透過那麼簡單的模式 就變成了現 命就看得出來 大家在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共同目標 行動一致 但是 產生的組織力量就非常龐大 當然會不會很順利 會不會很順利 不會很順利 一定不會很順利 沒關係 到往下走 跳跳跳跳不下去的時候怎麼辦 沒關係 你回來再來找 它上面比較積極的 能力比較好 再從那個地方再做 好 這個又不行了 沒關係 再往上走 假設 你在F這個地方做不下去 在F這個地方做不下去 沒關係 回來找 F這個地方假設也不行 你回來找 總是由上面有一個 讓你再延遲到他下面去 延遲在哪裡 兩個地方 各位要注意 當你走不下去的時候 或許可以做第三次 我講兩次 其實是個延遲 不是說 我一定要做兩次 我跟你講 我的上限 幫我做一次我讀你 他沒有可以做第二次 太簡單的事情 其實我以前不簡單 很簡單 可是因為我要 我要 我 我非常主動的 把那個套文明背起來 當然 有些人不是那麼快 大家做六次 還是不會 有沒有上限 當然有吧 七次八次沒關係 我們講兩次極為原則 只是一個 一個所謂的原則 好 當你做不下去的時候 沒關係 往上再找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你要去做深度 要去幫你 要先做深度 不斷往下伸 做做做 去複製這些領導出來 我很講喔 一條線如果有四個領導者 我告訴你 你這條線就安正 很忽悠 你就不要管他 做到什麼程度 做到一條線 做到一條線 有四位領導者出來 我現在多少領導者 我就不巧 我的每條線的領導者 一大堆 我甚至非常的刺激 我可以享受 非白癡 其實這個功能就在這個地方 傳教你要追求的最高意見 就是要享受成功的果實 你會越做越大 越做輕鬆 我現在跟我沒有做 可是我組織不斷的爆炸 原因就是我用這個道計 不斷地複製 因此就產生非常大的 一個 需要大的能量 好 兩者今天呢 其實目的 只是往生做 往生 從往生的過程當中 去尋找領導者 去培養領導者 傳教最重要的是 如果去找到領導者 建立領導者 我告訴你 你就對這個領導者 領導者是組織的靈魂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 各位一定很喜歡聽的 優惠方法 想不想聽 好 好 好 各位你知道 公司為了大家的推薦 因為主主來這裡推薦 對吧 把推薦門檻降到前綴 幾乎沒有門檻 你會非常大氣的跟朋友講說 來 我請你喝咖啡 我送你什麼錢 請客送東西 世界上 有什麼行業是這麼簡單的 你開餐廳 人家來吃不要錢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我請你喝咖啡啊 我要送你什麼錢嗎 是吧 好 我們有一個方案 就是 每變加入幫你 有沒有 各位知道嗎 我還沒講什麼 你開餐廳嗎 好 推薦先回我身為超級商 兩位接給我獲得一張朋友的交流 各位知道意思嗎 我今天會接一個朋友的交流 公司又給我一張免費申請書 沒有推薦是新朋友 又有一張 那一張幹什麼 當然找我們要吃吃飯吧 對不對 所以我拿到這一張 我又可以推薦一個新朋友 他有免費申請書 我又沒壓力 我沒有壓力 我送他 對吧 所以因此 這個方案 其實我們推薦 到一年六月幾日子 本來是 到六月就幾日子 可是 因為 各位因為 剛剛有拍手 所以不好意思 嚴重到明年六月報 如果這樣就動不起來 我沒辦法 你開餐廳 叫你來吃飯不要錢 但是餐廳開不起來 沒有人來 那就 那我就 我就無眼了 好 再來 我們有AR5 對不對 當你加入了第一年 你可以 買兩盒咖啡 可以 你很硬的 把這個AR 出動 出動 送貨 清香的團酸 可切切一點點 新家人 那我不行 因為已經不太熟了 而且你不只進兩盒吧 你怎麼可能每個人都進兩盒 所以有必要這樣的話 就新朋友 剛開始才有心情 好 我們本來到 今年的年底 現在延長到 年年年底化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EVA 現在 你不看大家 各位 不是這麼 充滿熱情 所以我先抱歉一下 好 這個 應該沒有問題 不過 因為我們 所有的政策 都要經過 貿效部的同意 我們已經 已經送審了 貿效部 應該來講的同意 到時候 我們要請公司 請熱 來補答 好不好 各位不要期待 那是厲害 也是非常厲害 對各位的推薦有很大的幫助 好 接下來 我要告訴各位好消息 Good News 這個咖啡大概都沒有添過 SH灌的咖啡 整個味道 在印尼要推出 過去印尼沒有咖啡 所以我們在推廣那個十月的時候 在推薦的這個力道就顯然有一點比較弱廣 可是我們現在咖啡要進去 我們在 下個月六月 在六月的下雪 會在印尼上市 這代表什麼意義呢 到底 我相信 2018年 雙荷 有一個叫做一一咖啡計畫 造成非常大的爆發 有沒有 我們東亞產生非常多的鑽石 金鑽 讓大家推薦力 保證 我深信 印尼將會的這個場景 會在印尼出現 印尼有1萬多 1億多塊錢 一個有勁 這個市場是一片痛快 我告訴你 你可以到印尼 假設你有下雪 或是你有朋友 這將是你在裡面 開一將屁股 可以建立一個非常龐大的食物 它比馬來西亞的力量多了好多倍 他們咖啡都我很喜歡 真的很喜歡 過去火力 我們可以很多的夥伴 把咖啡帶過去 所以想盡辦法 他們 他們對我們咖啡政策 上不去 好 各位記得 六月下雪 或在印尼上雪 各位可以現在先做準備 好 另外 我們系統 我們將會在紀念田裡 會帶來的登峰訓練廳 我們在前 其實我們在後來一起的反過 但是後來我們一起的反過 我告訴大家 這一次的登峰訓練 將會有不同的配方 我保證各位在那個地方 當你帶朋友 當你帶下面去的時候 他一定會產生很大的爆炸 我剛講的 我今天其實在慰智野場 會登峰訓練 你要知道 大型集會 會讓一個人在那個地方 下大決心 我們這個活動 有兩天一夜的時間 我們可以做非常多的部分 讓很多人在這裡釐清 會去 會去 會去什麼 會去釐清一個問題 我到底想不想成功 我們在這兩天一夜的時間 都對他答這個問題 我到底想不想成功 我想 其實這句話是白問的 我們知道幻險 他本來就有成功 他本來就想成功 只是他已經過去來講 他沒有那個機會 只是我們在這一段 快請他 你有沒有真正想成功 你想不想 你搬轉你的命令 好 接下來 我們要問 雙二是你的機會 你們認同雙二是你的機會 你要檢視一下雙二是你的機會 要檢視一下雙二是你的機會 要檢視一下雙二是你的機會 双二是你轻轻或者是说 如果认为双二不是你轻轻你还有其他轻轻 这个我们要让他内心的不断反论他自己 如果是的话当然你要去建立梦想 你要下达去 那这一次我们不只是用演讲的方式 我们讲这次最特别的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这次邀请我们跟所谓的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统叫做培训团名叫做NLP 语言神经学 各位听过语言神经学 现在这个 这套操作的时候我非常成熟 他们就在挖你的潜意识改变你的思维 他们这套操作非常明白 我一直要讲 一个人会成功其实掌握我们三个人 一个是选择 建立梦想下大崔学 当然我们的行为 我们这两天一夜就在不断的铺沉 让一下子感受到 不断去 去反应自己 我到底想不想成功 今天我在这个双手的起位 然后他这个团体呢会从报道开始 就开始铺沉 就把这个 他是量身定做的 过去有多培训单位没办法跟你的起位 他们讲他们 可是我们的理解不见得 完全没够起 他们所讲的这一切 一般的培训 你听完大概 当时那个什么 兴奋度维持一两天大概慢慢就没了 可是因为你很想展合 我们 讲师所讲的这些东西 他因为他的语言跟我们的 所谓的教育语言是不一样的 你要去转换 说出来不容易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 他会绽合我们生态 他所用的就是我们的语言 一些专利语言 所以你听起来听下去 哇对他讲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在操作什么事情的这个部分 从澳道开始到晚会的节目 他们都不断在铺这个部分 铺梗在这里 到第二天他用三堂课 只会讲这些事情 到后面我把它整理拆去 我告诉你们 我非常相信 在这一场所有的灯光训练 将会造成非常多的 你的伙伴在这里要下跌的情绪 他维持一段非常长的时间 他有机会在这里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形态